自打我的蛋搭子和我解除恋人关系以后 很多粉纷都让我挑战追回蛋搭子小面 大家不必担心啊 我是一定会把他追回来的 我会把他追回来 小面不是我什么妈妈 她是我真正相处了五六年的蛋搭子 但自从时间久了之后吧 我对她的关心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多了 所以才导致了她今天辞职离去的原因 她的离职所有原因也正是因为我一个人 和顾梦的事情也只是到我做的开始 并不是什么全貌 仔细回想我们从前吧 能怕是这些小事情日常的问候也都是不会少的 但到了现在我们一个星期也聊不上那么几句话 甚至她还为了不理我 用视频来告诉我我对她的忽略 哎 依次让大家知道了 要不是今天粉丝告诉我 我甚至还不知道小面已经生气到如此的一步 我真的觉得我不是什么称职的男友 没有什么突然的事情 也许在她的心底她已经对我失望了无数次吧 之所以导致这一切也都是我就自取罢了 但是我真的要放弃我五六年的感情吗 要辜负小面一个人来跨越城市来找我的信任吗 我想答案她一定是不会的 我已经订了去山东济南的票 以前她跨越城市来找我 现在我跨越城市去向她道歉 以后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再忽略她 想必这次国庆一定能将她追回 不辜负她也不辜负大家 不过大家你又没有什么办法来给女孩子道歉对吧 相信你粉纷狗头军事的能力一定能行 如果我提出好的办法能让我们复合 洛洛也可以给大家奖励皮肤奖励 所以兄弟们这件事情拜托了求求你们了